世界最高峰 珠穆朗玛峰不只是地球自然奇观的象征 那山峰极端的条件 更是考验登山客的智能 技能和体能 不过一名登山客在攀登珠峰的过程当中 就不小心陷入了有死亡地带之称的极寒区域 索性被路过的当地向导发现 历经超过六个小时的拯救行动 才把他从鬼门关中救出来 珠穆朗玛峰海拔高度达8848米 这座神秘的山峰一直被视为登山客 和冒险家们的终极目标 吸引成千上万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挑战极限 付出巨大努力和代价 甚至是性命 不为什么珠峰的高海拔和地理位置 成就了低温 低氧 强风和雪崩等自然恶劣的环境 我国一名登山客在登山过程中 就不小心身陷有死亡地带支撑的极度寒冷区域 这里的气温可以达到摄氏零下30度 甚至更低 不幸中的大幸事 这名男子被当地夏尔巴人巷导路过发现 联手另一名巷导将受困男子救出来 格尔加随后将这名男子脱下山约600米 历经大约6小时后 遇见另一名夏尔巴人巷导 尼玛达西 也参与了救援行动 遇到岩石较多的地方 巷导们唯有轮流背着男子回到营地 之后 一架直升机将男子从7162米高的3号营地 再到大本营 回忆起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救援行动 格尔加感叹 救人一命比什么都更重要 据了解 这名登山客已经在上个星期 回到我国